去年7月 驻韩美军金恩参加旅游团 越境潜入北韩 恩建引发全球关注 再加上北韩单方面中断919军事协议 南韩最终于去年11月底暂停板门店参观 如今时隔9个月 事情似乎出现转环 我们是北韩的同样严重地严重地 必须要它相応的策略方法 根据外媒报导 南韩统一部 目前正与联合国军司令部等机关单位 以南韩民众安全为优先 讨论重新开放板门店时间点 先前联合国军副司令官麦考例 接受南韩媒体专访时就曾提及 板门店旅游的存在相当重要 在军事区DNZ过去开放民众 申请参观可以看到经典的蓝色屋顶板门店 一边是北韩和平村 一边则是南韩的统战村 南北韩士兵就在这个地方 每天大眼瞪小眼气氛相当紧张 只不过国际局势紧张 南韩打算重新开放板门店参观 让民众了解历史背景的同时 是否会再度出现叛逃案件 恐怕也成为最大潜在危机 三线许可到